吉安乡长游淑貞就职届满三周年 而他将这1096天数不清的荣耀成绩单 献给了所有乡亲和吉安乡公所的创意团队 从他开始改变传统公务机关的作业限制 转化接收24小时迅速传达的通报服务 赋予吉安团队创新乡程再造激进的考验 吉安乡长游淑貞就职届满三周年 踏实跟云的市政成绩也陆续开花结果 不仅在防汛墙线演习评比 及亲近家园环境清洁竞赛 荣获全县第一名家机外 同时也参联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爽料冠军 更获环包树乡镇市资源回收油等奖 获颁30万元奖利金 而在全国性人口及住宅普查工作 也是宜花东唯一的优等殊荣 并获原民会原住民族地区公共工程 及全国整体阅读力药生成是第一名 再再给予吉安乡团队执行力全面的肯定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股力量 在吉安的铺陈 我们点燃了一盏软实力 跟硬体建设的力量的灯 未来要照亮吉安 更多建设的铺陈 更多事性营造的推展 全国人口数第一名的吉安乡 我们也希望我们营造的乐活世系 能够成为全国第一 当然未来持续努力的工作 还非常的多 再一次感谢乡亲以外 也再一次邀请乡亲 跟我们一起在吉安 成长努力 热火一起骰着人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大吉安的荣耀是属于每一位吉安乡亲 以及曾经到访吉安给予支持的每一个人 他感谢上任三年来 以前零九十六个日子当中 乡亲们涌进支持的鼓励和每一句肯定 才是造就大家口中铁人乡长的原动力 记者徐立芹 吉安乡报导 吉安乡